《南方週末》 據中國《南方週末》本月17日報導 去年12月底 當事人化名羅丁的一位中國老鄉 鼓動他去柬埔寨做廚師 每月底薪一萬元 如果生意好還能夠拿提成 羅丁當時正為生活困逼而發售 聽後當然心動 於是決定去圖一把金 為躲避海關盤查 這位老鄉帶著羅丁和另外四人偷渡 他們從中國雲南的邊境出發 經山路出境 然後到越南的胡志明市 再坐車前往柬埔寨 到達柬埔寨西哈魯克港後 這位老鄉將羅丁送到當地 網絡園區的一家網絡投資公司 沒有想到原先講好的廚師職位 變成了推廣 羅丁這個時候才知道自己被騙 但是他已經沒有選擇餘地 所謂的網絡投資公司 實際上就是網絡詐騙公司 所謂推廣就是在社交媒體上 用不同話術 有導客戶向在線博彩網站投錢賭博 更常見的推廣叫做殺豬盤 如在社交媒體上 將自己打造為優質單身人切 將網絡上的異性單身人士列為目標 與其發展戀愛關係 等到感情穩定後 再引導其投資 如今的詐騙者 早已不是街頭的小運運 而是有組織有規模的公司形式 而且設施齊備 層級分明 據一位網投公司的工作人員趙松說 這些網投公司 架構齊全 設有業務部 行政部 合伏部 後勤部等 有兩大園區是集中的網投園區 他們緊埋在一起 有二十多棟大廈 製滿了形形式式的網投公司 和電信詐騙公司 柬埔寨的所謂網絡投資園區 實際上就是網絡詐騙團火的最居地